台湾朝同婚合法化迈进 跨出历史性的一步 司法院24号就同婚释宪案 公布大法官第748号释宪文 现行法令未保障同性婚姻违宪 主管机关法务部 必须在释宪文公告后两年内 修改相关法律 若预期未修法 同性恋者可依民法规定 向护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民法第四边亲属第二章婚姻规定 为始相同性别二人 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 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 永久结合关系 与此范围内 与宪法第22条保障人民婚姻自由 及第7条保障人民平等权之 一直有为 力挺同婚的团体婚姻 平权大平台 在立法院旁青岛东路上 假期舞台同步转播事件结果 挺同民众正奔欢呼 辉舞彩虹旗 一同见证这场胜利 我的心情是 我被这个视线文当场变成一只鸟 因为这个心情是雀跃万分 对于百方 百同婚的那些猛猛们 我是希望说大家对他们要 抱持着一个原谅原谅再原谅 而且沟通沟通再沟通 我们所有的人就可以依照民法的规定 带着你开心的伴侣 带着你的证人 我们就直接向护证登记 我们就结婚了 耶 另一方面反同婚团体 包括幸福盟 附加盟和汉加盟 也在司法院外和立法院附近集结 执疑同婚事件违反程序正义 表达反对同性婚姻的诉求 接下来回到立法院的修法 立法院应该倾听民意 对于不倾听民意的委员 我们将发动罢免 我们呼吁婚姻家庭 还是交由全民决定 大法官事件文公布之后 总统府也迅速回应 强调法律必须保障 所有人民的婚姻自由和平等权 依据宪政体制 大法官事件文 有居住全国人民和各级机关的效力 请行政部门依照事件的结果 尽速提出具体的法律方案 总统也呼吁整个社会 以理解包容尊重的态度 来面对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 总统相信我们有成熟的民主机制 来化解起见 欢迎你们全民胜利 全民胜利 这起事件案 起因台湾第一位公开出柜的男同志 齐家威和伴侣到万华护镇事务所登记结婚 遭到驳回 经行政诉讼败诉定宴 于是提出申请示线 另外台北市政府民政局 也应多对同志登记结婚遭到拒绝 对民法婚姻章规 是否和宪法保障自由平等有所抵触 申请大法官解释 大法官两个月前召开宪法法庭 直播言辞辩论 历经两个月最终做出保障同性婚姻的解释 台湾同志平权往前迈进 未来焦点将转向法务部和立法院 中央社综合报导